嗨 歡迎來到Vicky's Corner 現在呢我們在那個大陸發買東西 然後呢我剛剛發現了一個 就是讓我覺得很驚人的事情 所以決定拍一個隨性的影片 來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 就是在台灣有很多奇怪的人 我無法理解他們通常到底在想什麼 剛剛在那個買東西 然後你要過磅嗎 要去那個秤重的地方 然後他幫你貼貼紙這樣 然後有一個人就是上了年紀的 就在我的前面 然後他就跟那個就是那個打工的 那個幫你秤重的那個人說 那個他好像買蘋果 然後那個那個人就說 那個全年的蘋果四顆78塊 這裡好貴喔 我心裡就想 那你快不去全年買 你為什麼要跟那個人說他只是來打工的 這已經是我這個禮拜遇到的第二件事情 就一樣的類似 那個禮拜五我在全聯買東西 然後我在結帳 然後我後面突然出現了一個 也是你知道有年紀的 然後就問那個在結帳 就幫我結帳那個人問題 然後那個人就是 就不是很理解他的疑問是什麼 然後就有稍微回答他一下 然後他就一直問他 可是我在結帳 那個人在幫我結帳 他就一邊回答他的問題 然後呢 那個人就很不耐煩的說 小姐 就跟那個店員說 小姐 你 都 搞不清楚狀況耶 我整個覺得 現在是我在結帳耶 你有看到我嗎 這些人是怎麼了 就 插隊就算了 然後還一直為難別人 是為什麼 我不懂 所以呢 我決定很臨時的拍一支影片 來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我覺得台灣真的很多奇怪的人 所以你在路上都會遇到 我不懂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希望這些人可以 盡量不要為難那些打工辛苦的人 好嗎 可以嗎 大家都很辛苦賺錢 不需要怎麼樣 尤其是 你知道愛插隊啊 一些 沒水準的老人家 ok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